第一训练营超级开心四阶魔方课 Lesson 7 L型公式和三巴拉 今天我们这节课叫L公式和三巴拉 上次我说的那个巴拉歌你们还记得吗 咱们一起来回顾一遍那个巴拉歌 Ready Go 右巴拉后巴拉上巴拉 左近上巴拉右近上巴拉 右远上巴拉前巴拉 右远前巴拉 左远后巴拉来这儿啦 从今天开始啊就非常非常简单了 我觉得其实不要记那么多公式了 大家为什么大家学这个呢 就是因为我非常希望我们大家学一个东西呢 就多学一点方式 虽然这个小鱼公式呢 可能比我们上次的那个180度公式稍微难一点 但是我认为我们多学的本领就是自己的 这样你在玩三节的时候 你就会比别人多掌握一种方法 好那现在我们来看 当我们拿到一个魔方顶面就全部拼成这样了 你在看这集视频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拼到这个程度再来看这个视频啊 好我们现在看 当我们拼完这一步的时候 我们这个顶上这一层啊 有可能是很乱的大家看啊 但只要有一个对成了这样的H型吧 像H一样啊 H型 你就把这一面放在右手 如果没有这一面怎么办呢 有可能是有一面是全部颜色对好的 也OK 就放在右手 好那现在我们要做 今天教给大家的一个新的公式 叫做L公式 L型公式 这个L公式是怎么做的呢 第一步就是 你看我现在这个 看上面这一层啊 其他都是乱的 只有这个红色的 H是对好的 那么我们就把红色的这一面 放在右手面 一定要记得 正确的面放在右手面 然后我们要 首先 把右手面180度 拼出一个L型 首先 让魔方黄色面朝向自己 然后将H型面 或者全色面 放在右手的位置 大家请注意 在这里 右手位置十分的重要 一定不要放错 这时 转动魔方右侧面180度 其次 转动底面180度 让白色L型 呈现在黄色面上 然后呢 这就是L公式了 注意这个公式一定要记住 那怎么记呢 右手面 先 面朝自己 面朝更近的自己 然后顶面一个逆时针 然后右手面回来 回来 回来以后呢 还是L型了 把底面一个180度 然后 继续 要把这个小树棍下来 黄色 顺时针 黄色顶面 再顺时针一下 然后把黄色 你记住 看到上面有个黄色 复原 就OK了 你看现在 我就做成了这样的 你把拼好的面对好了 注意啊 这就出现了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局面 你们有没有发现 这个是三阶绝对绝对不可能出现的 就是有两面是全面了 看 红色和橙色是全面了 然后蓝色和绿色全部是H对好的 这个时候就要学一个新的公式了 不过呢 我们先把L公式学踏实了 再学这个新的公式啊 亲爱的同学们 L公式你们都记清楚了吗 下面我们再一起总结一下吧 L公式 首先 让魔方黄色面朝向自己 将H形面或者全色面放于右手的位置 此时 转动右侧面180度 转动底面180度 此时 魔方的黄色面会呈现出白色L形的图案 开始使用L公式 转动魔方 L公式 我们一起跟王方老师再复习一遍L形公式吧 READY GO 你看啊 这个魔方呢 有一面蓝色的H已经对好了 其他的都没有对好 所以我们依然是L公式 先把蓝色放在右手面 注意这个很重要 右手右手右手面啊 好的 首先把右手面白颜色拧上来 底下这个面白颜色拧上来 这就变成了一个大L 然后 把L的这个树棍面朝自己 顶面逆时针一下 哎 这个 一般这四个颜色就会对上了 L的树棍回来 L下面的这个小横棍180度 哎 你看这是不是白色有小树棍了 小树棍继续来我这里 然后你会发现旁边这有三个黄颜色 请把三个黄颜色顺时针转回来 那么顶上有四个黄颜色 好 那这个时候我们再来看看啊 好 我们看到 哎 每一个颜色都转成了这样 但是现在 可以完成最后一步了吗 还真不行 因为我们标准的是这样 你只要转到什么程度呢 就转到一面 是完整的 剩下三面 都是这样的 那么 你就成功了 我们就离最后一步 一步之遥 真的是一步之遥啊 大家听明白了吗 此时 我们手中的魔方 必须要呈现出 一面是拼好的全色面 剩下的三面是大H形面 只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后 我们才算彻底的成功 那么 如果不是这样的情况 我们又该怎么办呢 赶快去听听 王芳老师怎么跟我们说吧 但是呢 如果 是四面 都是这样的 这还真不行 这个时候呢 你有两种方式 一种方式 继续做L公式 好 我们来再试一下啊 先把 大L拼出来 小树棍 靠近自己 顶上一个逆时针 哎 你看这个 这个逆时针过来 这个就没对上啊 但是没关系 小树棍 回来 底下 180度 小树棍 再靠近自己 然后 把旁边的 这三个 黄颜色 回归 这个 回归 好 现在我们来看看啊 怎么样了 一对 蓝色 没问题了 呦 还不行 那没关系 把蓝色 放在右手面 我们继续L公式 靠近自己 顶上 逆时针 回来 小白棍 底下 底面啊 180度 小白棍 下来 现在各回各家 哎 这回 哇 大家看到啊 现在我们就 必须得做一个 最重要的公式 现在我们有两个 魔方都出现了 这个问题 大家一定要记得啊 当我们 转到这个程度的时候呢 你就会发现 有这么两种可能性 是我们在三阶魔方上 绝对绝对 不会出现的 那么一种可能性就是 这边 红色 或者任何一面啊 是全色的 相邻的一方 也是全色的 或者是 这边是全色的 对面的这边 也是全色的 那么 遇到这两种情况 大家都要注意 如果是对面 是全色的 哎呀 这个你太幸运了 你只要在 H型的这一面 开始做 三巴拉公式 就可以直接 复原六面了 但是如果是像这样 相邻的两面 怎么办呢 你也是把一面 H型的 面对自己 H型的 面对自己啊 做三巴拉 亲爱的同学们 你们听清楚了吗 当我们手中的魔方 出现了两面 是全色面 另外两面 是H型的时候 我们就必须要 使用到一个 非常重要的 三巴拉公式了 在刚开始 用三巴拉公式之前 我们首先要将 魔方的 H型的一面 朝向自己 这个位置 非常的重要 请大家一定要 记清楚哦 那么 三巴拉公式 又是什么呢 让我们赶快去听听 王芳老师 怎么讲的吧 三巴拉公式 这个三巴拉 是怎么回事呢 我来讲一下 怎么个三巴拉法呢 你看啊 这是一 二 三 四 这个第三六 就叫三 以前我们知道 八拉就是180度 三巴拉 就第三面 180度 注意啊 你既是三四一块转了 所以四的轨道 再回来 三巴拉完了以后 上巴拉 就是上面转 180度 然后继续三巴拉 回来 然后上二巴拉 就是两层 上二巴拉 三巴拉 好 这个时候 你就会发现 惊喜的发现 复原了 注意最后一步是复原 找完以后 你就会发现 这一面 是全色面了 剩下的三面 就是H形的 就是H形的 很牛吧 咱们继续来一下 我先说一下 这个口号是 三巴拉 上巴拉 三巴拉 上二巴拉 三巴拉 搞定了 这个非常简单 刚刚刚 王方老师说的 三巴拉 公式 你们都记下来了吗 我们再一起 总结一下 赶快拿出 笔记本 记清楚哦 三巴拉 公式 三巴拉 上巴拉 三巴拉 上二巴拉 三巴拉 搞定了 在这里 我们通常 还会遇到 另外一种情况 就是 你手中的魔方 此时会出现 对面的两个颜色 是全色拼好的 其余的两个面 是H形的 我们再来练习一下 在这种情况下 魔方的拼合吧 好了 你们看啊 现在我手中这个呢 是对面的两个颜色 对面的两个颜色 是全面的 蓝色 对面是绿色 是全面的 其他的两个 其他的两个啊 是H形对好的 那么这种情况呢 要注意啊 我们把H形的 就是任何一面 对着自己都可以 大家听清楚了吗 当我们遇到 这样的情况时 也一定要记得 把任何一面的H形 都朝向自己哦 然后再开始做 三巴拉公式 一定要记清楚哦 我们来做三巴拉 三巴拉 上巴拉 三巴拉 上二巴拉 三巴拉 OK 你做完这个就会发现 天呐 天呐 搞定了 是不是 所以这个 一定要记得啊 当面对面的两面 比如说红色对橙色 或者是蓝色对绿色 这两个面是完全拼好的 另外两个面是H形的手 一定要注意 您可以用这个H形这一面 H形的任何一面 对自己 然后做三巴拉 做完了这个公式 你就发现 往往经常就可以 直接对上了 我们可以再试一个啊 这个是橙色面 和红色面 全部是拼好的 呃 就是这个 这个情况是经常要出现的啊 四接 然后蓝色和绿色 是H形拼好的 我们把蓝色和绿色 任何一面 对自己 然后注意三巴拉啊 第一个 三巴拉 然后上巴拉 上面180度 又一个三巴拉 第三层 然后上二巴拉 三巴拉 有没有发现 好神奇啊 复原就OK了 就是只要这两个 是对面的 两面都拼好了 然后只有 剩下两个 也是对面的是H形 那么你就把这个 任何一个H形 面对自己 来做三巴拉 然后就会发现 全部拼好 好的 那么大家一定要记得啊 就是在什么 情况下 会用这个 三巴拉公式呢 就是我们做 L公式 做了一遍 或者几遍之后 只要出现了 一面是全面 剩下三面 是H形 那我们就算成功了 但是还有一种可能性 就是 这一面是全面 这一面是全面 旁边这一面 也是全面 对面的两 旁边这两面 是H形 这种情况下 就要把任何一面的H形 面对自己 做三巴拉公式 还有一种呢 就是 这个 全面 然后对面的这一面 也是全面 这个时候 也是把H形 面对自己 做三巴拉公式 这个对面的 这种全面 两面啊 这边是全面 对面是全面 这种的 你只要 拿着H形 任何一个地方 做三巴拉公式 就可以直接复原了 非常棒啊 当然了 大部分时候 我们没有那么幸运 只要能做到这一步 看到了吧 一面是全面 剩下三面 是这样的 那么你就离成功 很近很近了 不过呢 我们今天的 课时时间呢 也就到了 那我不能给大家 再讲这更多了 但是我告诉你们 从现在 到我们 全部复原 还需要多久呢 我们来看一下 OK 就几秒钟的时间 就我们到最后 全部复原 所以明天 啊 我们就要 大功告成了 那我再为大家呢 总结一下 我们今天讲的啊 今天呢 其实我们讲的是 当我们 全面拼好以后的 一个L公式 L公式呢 就是我们把 这个白面 拼上来 然后 树棍 小树棍 这个L 这个小树棍 靠近自己 顶面一个逆时针 小树棍回去 然后底面 180度 小树棍 又靠近自己 顶面 A 复原 就是这样的一个公式啊 L公式 L公式 做完以后呢 其实我们是想达到 有一面 是全面 剩下三面 是H 那么我们把 已经拼好H的 任何一面 放在右手 继续做L公式 好 我们可以看到 你看我们做几遍 L公式之后 就变成了这样 在这种情况下 也有一种可能性 就我怎么做 这L公式 我做了好多遍 但是呢 这个 该出现的 还是没有出现 你看像我现在 就出现了这个情况 就这个红色是对好 但其他都没有对好 这种情况 一种方法 就是你不断的 就做这L公式 当然这是笨办法 因为 经常 在这种过程中 你可能做了两次 L公式 你有没有发现 就突然复原了 那么 也有一种可能性呢 我在做这个L公式的时候 看 我们现在是变成了四个 你有没有发现 四个 都是这样的情况 H型都做好了 那么这种情况呢 你继续做L也可以 然后你做三巴拉 也没有问题 三巴拉 因为你在这种情况下 做三巴拉很有可能 哎 你看啊 你一做三巴拉 就是当四面都变成了H的时候 你可以做一个三巴拉 你一做三巴拉 发现 哇 对面对上了 那刚才用我的方法就是 H型这一面 任何一面面对自己 继续做一个三巴拉 你有没有发现 OK了 哇 所以 当四个H出现的时候 四个H出现的时候 你可以做三巴拉公式 就不用一遍一遍的 不停的做L公式 因为我们做L公式的最后的 这个希望能达到的是 一面全面 剩下三面是H 好 那如果最后你达到了 一面是全面 剩下三面是H的情况 我们该怎么办呢 那么在明天大功告成的过程中 我就要讲最后一步了 超级简单 明天就要大功告成了 千万别忘了 准时来上课哦